甲午中日战争中 号称永不沉默的定远舰被击落 直到125年后才终于被打捞起来 看到沉船遗物后 考古人员潸然泪下 而除了在交战中使用掉的弹壳 炮壳外 探测仪器显示 在海底还有个快速的弹壳 海底的快头不小的神秘物件 让人为之好奇 那么作为中国最后一道防线的定远舰 究竟是如何被击沉的 海底那个快头不小的神秘之物又是什么呢? 2018年 一对水下考古人员 在山东危海的刘公岛东村外海底勘探 意外发现了一堆秀迹斑斑的破铜烂铁 经过考证 考古专家判断这些破铜烂铁 属于一处陈舰遗址 陈舰遗址 再加上位于危海刘公岛海域 当时就有很多人意识到 这可能就是当年 甲午中日战争中被日本海军击沉的 定远舰 当时因为北洋水师被打得节节败退 只能退守危海卫军港 日本海军还不依不饶地继续前来挑衅攻击 随后便爆发了危海保卫战 在这一战中 定远舰被日本海军的鱼雷艇偷袭 遭到严重破坏后搁浅 为了确定这一结论 考古专家持续关注这些破铜烂铁 多方调查史料做了充分准备 一年后 在水下考古人员的帮助下 专家们终于能够做出严谨的结论 在刘公岛东村海底的陈舰遗址 就是已经沉没一百多年的定远舰 在确定了这是定远舰后 随之展开的就是它的打捞计划 但即便是科技如此发达的百年之后 打捞定远舰的行动依然困难重重 虽然从某种程度上说 定远舰的打捞应当属于考古行为 但是在水下打捞沉船遗址 跟在陆地上的考古发掘并不相同 原本陆地上的考古发掘 就已经不是一件容易事 水下的考古打捞更是难上加难 在正式的打捞开始前 考古专家必须对整个陈舰遗址的状况 了如执掌才行 随后 水下考古人员多次携带着专业的仪器设备 沉入海底进行实地的潜水摸探和考古物探 他们发现一百多年过去了 海底堆积着厚大一到三米的淤泥 淤泥之下才是定远舰的遗骸 想要将定远舰打捞上来 就要首先进行抽杀作业 但是由于沉默已久 定远舰遗骸 长期受到水流侵蚀 变得很是脆弱 为此 考古队请来专业人员帮忙 自制了一套抽杀工具 用了不少时间进行清理 清理结束后 考古人员在海底发现 并打捞出了大量的文物 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一类是船体构建 另一类是武器丹药 还有一类就是船员们打的生活物资了 其中还包括了一些嘉庆年间的铜钱 还有为数不少的 已经在浇火中用掉的弹壳和炮壳 经过清点 这些弹壳和炮壳数量众多 存在各种各样不同的型号 此外还有很多炮弹的引信与拉火 光看这一些 就足以想象 当年那场中日海战是有多么激烈了 而考古专家们找来找去 始终没有在这些沉船遗物中 找到没有使用过的武器弹药 按理说 定远舰这么大的一艘军舰 配备了四门后塘炮 另有二十多门副炮 装备舰在于雷霆两艘 船上还有大量的服役士兵 不可能没有备用的弹药遗存 那么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事情还要从那场海上大战开始说起 在十九世纪 从日本占领了琉球群岛又对台湾岛开始发难开始 清廷重臣李鸿章就意识到了日本这个岛国将来成为中土之患 在李鸿章的一再提议下 清政府开始重视海军建设 并于1875年建设了北洋水师 水师建成后 光有人步行 还要有足够强悍的军舰才行 但是当时清政府腐朽无能 技术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 哪有独立建造军舰的能力? 无奈之下 李鸿章只能从国外买军舰 由于不懂这里面的弯弯绕绕 他们刚开始买回来的军舰普遍质量低劣 根本无法在战场上威震敌人 李鸿章便亲自于德国的造船厂签订协议 他们出钱 德国人帮忙建造 在耗资282万两白银后 清政府从德国的造船厂买回了两艘重量级军舰 由李鸿章作主分别命名为定远舰和镇远舰 其中 定远舰当时花费了170万两白银 在当时的海军中堪称第一铁舰 足有94.5米 吃水深度达到了6米 能够一次性横渡太平洋 定远这个名字寓意深刻 起的是安定边缘 之意 它的战斗力也极强 具备远洋作战能力 单减装备22门火炮 主炮甚至能够轻轻松松击穿300毫米厚的铁甲 这样威风凛凛的军舰 在正式投入服役后 很快就被轻定为北洋水士的旗舰 在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之前 为了宣扬国威 新政府曾多次派遣定远舰出访俄罗斯和日本等国 当定远舰在日本海岸停靠后 日本人被深深的震撼了 正如李鸿章预料的那样 日本政府一直心怀不轨 妄图染指中国大地 他们为此多次派出大量德国间谍 来到中国活动 试图摸清中国最真实的情况 这些间谍将中国的乡间小路 偏远山区的煤矿都标在了地图上 日本政府得以充分了解了中国的山川地理 商贸经济以及民族性格 他们对中国了如指掌 当时清政府却对他们一无所知 只觉得有了定远舰就足够强大了 因此在收到日方希望进行水军交流的请求后 就让丁鲁昌驾驶着定远舰和真远舰去到了日本 谁知日本人借机登舰 很快就摸清了定远舰的火力和构造 转头就开始以定远舰作为假想敌发展自己的海军 1984年8月甲午战争爆发 两军先是在黄海大东沟海域展开激战 定远和真远二舰果然发挥出了不俗的作战实力 先后击中了日军的松岛号和赤城号 使其丧失了作战能力 但是随着战斗深入 中日海军在技术方面的差距 使得北洋水师渐渐落于下风 当时水师舰队中 致远舰在日舰围攻下 全舰受伤 指挥该舰的邓士昌决定与敌人同归于尽 于是驾驶军舰 旋速撞向了日军的主力舰 吉异也好 但途中被敌军炮弹击中 致远舰被炸沉没 邓士昌坠落海中 本来还有希望得救 但他拒绝了 他的爱犬奋力游过来 想救他上岸 邓士昌忍痛将爱犬按入水中 他自己也与军舰一起壮烈牺牲了 甲午中日战争告诉我们什么 邓士昌与志远号壮烈牺牲后 北洋水师很快也坚持不住了 在坚持了五个小时后 水师只能选择保存实力 退守到威海卫军港 但是日本海军不依不饶 准备攻占威海卫 消灭北洋水师 在黄海一战后 北洋水师怎么也凑不齐 能够维修军舰的维修工 但是日本海军却只用了五天的时间 就将军舰修复完毕 1895年1月 日本海军进犯危害 定远舰被日军的鱼雷艇击中 在刘宫岛的东南海域搁浅 这艘原本威力无与伦比的铁舰 如今却成了一座失去移动能力的副炮台 只能在刘宫岛东南海域开炮支援 更令指挥将领丁布昌感到心寒的事 手下人报告说 方伯谦和吴敬龙舰情势不对 已经趁乱逃跑了 他意识到前有强敌 后无援兵 留给他的路只剩下牺牲与被俘这两条 丁鲁昌是绝对不会选择投降的 他也不愿看到被称为 最后一道防线的定远舰落入敌人手中 于是便决定将舰船炸毁 就连其他的小舰船也不例外 1895年2月9日下午 已经搁浅的定远舰内装入了350磅炸药 自爆殉国 狗丧舰 必自裁 未实现之一诺言 丁鲁昌和部下刘布禅也服毒自尽 在125年后 考古队员们 找到已经秀气斑斑的定远舰一骸时 还发现大量的弹壳和炮壳 却没有发现备用的弹药遗存 这恰好说明当时定远舰已经将舰上所有的弹药都打光了 为抵抗外敌耗尽了最后一丝气力 在定远舰自爆后 海面上还有很大一部分舰体就被日军拆下来 带回国内还建造了一座定远馆 用来讥讽北洋海军 如今考古人员发现的定远舰遗址 其实只是当年军舰的一部分 剩下的都被日本人拿去了 除了在遗址上发现弹壳和炮壳 考古队员们还发现了当年船上船员们遗留的牙刷和水杯等生活用品 充满了生活气息 甚至还有他们吃饭时剩下的肉骨头 这些发现勾勒出了百年前 这群年轻人们在船上生活的点点滴滴 不禁让考古队员们落下了眼泪 他们曾经也风华正茂 心怀理想 愿意为捍卫国土殊死一搏 只可惜生在了一个腐朽的王朝中 面对国难拼尽全力 仍不能力挽狂澜 等到了2020年 考古已经接近尾声 考古人员本以为移植已经没有其他文物了 他们的探测仪器显示 在海底还有个块头不小的神秘物件 等水下考古人员怀着好奇将其打捞上来后 整个打捞现场都沸腾了 原来那竟是一块定远舰的残骸碎片 它的打捞上岸 意味着我国对百年前的那场海战研究 即将又能向前推进一大步 它也将成为无声的有力证明 向后人默默讲述那场屈辱的战争 定远舰留下的不只是屈辱的象征 也告诉了我们 对日本必须永远警惕 我们必须学会反思 务实向上 真正拥有超越日本的海军力量 彻底压住他们的气焰 化历史教训为动力 继续向前不断发展 好了,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